你看了 一兩三 最有真相 陳婉玲小姐她為了要寫 澳山徵集這一本書 她到日本去 各輪媒亞唱片公司 把他們當時候 館場裡面的重要的一些資料 譬如說編曲的資料 還有曲目還有各方面 全部都收集回來 收集回來以後她打算 把他們編曲的曲目 放到他的著作裡面去 當所有的學者 或者是所有的編曲者 可以參考 這個我聽得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我們現在一天到晚在講文創禪 文創禪裡面很多人就是把那個 文創禪就是把一個 藝術作品稍微把它美化一下說 這個叫文創禪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文創禪如果根據亞里斯多德的定義 就是一種藝術一種記憶跟另外一種記憶 加起來會產生第三種的記憶 這樣才算是 我就覺得說編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本書非常具有原創性 澳山徵集大家特別要注意一下 澳山徵集三年代 台灣三年代 三年代裡面最重要的編曲家 是一個日本人 然後他第一個把台灣的流行音樂裡面 編曲出來 所以第一個很重要 台灣的流行音樂具有非常重要的混血性格 所以我對那個台語歌的創作者是台語詩 所以台灣的那個歌曲裡面 台灣歌藥裡面 他有他的民謠的特色 然後呢 民歌的特色 但是又有文化上的整合 我們現在常常講文化上的那種混血性格 所以有日本的有西洋的 然後有台灣的 然後整合在一起會產生一種新的創意 這個才是符合亞迪斯多德所說的文創產 對不對 三年代 那個時代裡面創作出來的歌曲 那也是台灣第一代的流行歌曲的產生 在編曲這個部分 陳凡林小姐呢 他算是一個開創的一個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假設每一個領域裡面學者 在這方面都可以結合 都可以做整合的話 那貢獻有多大 好 那我目前聽過的日日時期的曲子 大概三千多首 我們在談編曲 那我們說編曲可以創造一個風格 可是風格不是那麼容易被定義的 好 風格我認為它包含這所有的東西 旋律的創作能不能展現風格是可以的 好 包括歌詞的創作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好 那舞台怎麼表演唱歌的方式 那更不要說這些所有的東西 包括社會氛圍政治情勢經濟的活動 唱片產業怎麼去經營 群眾的品味是什麼 流行的趨勢是什麼 這些共同創作出一個時代的風格 那麼所以我無意去強調說 我的編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你只要去把編曲分析出來 你就會知道這個時代的風格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只講編曲 編曲可以影響多少 那是每個 就是那個還要再更仔細的分析 所以大家不要認為說 好 那就是只有編曲可以呈現風格 沒有 這些全部都會 不同的時代的歌詞也會不一樣 這些都是 大家可以就是特別提醒大家這一個點 好 那我們來看日志時期的 流行歌的編曲工作的意象 在我們現在聽到的流行歌 日志時期的都是用西樂編曲 但是到1935年之後也加入漢樂 當時台灣的人你在生活當中 你走在街上 你最常聽到的音樂聲音 都是由這些漢樂器發出來的 那日志時期的編曲 帶給台灣人一個新的音響 就是右邊看到的那一些 都是西洋的管樂 西洋的各種管弦樂器 包括那些鼓啊什麼的鋼琴 這些聲響開始進入台灣人的 的腦海裡面 好 所以 所以 光是這樣子跟這樣子的差別 不是高和低 就是它是不同的音樂世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日志時期的台語流行歌 它真正第一首台語流行歌 是1931年 原標唱片原標上面出現好 這是流行歌 到最後一首流行歌的發行是1939年 只有八年就沒有了 那這八年的期間 目前知道大概發行500首流行歌 然後其中 右邊Gurumea唱片公司 它一家公司就發行了270首左右 其他的230首是其他27家 大家自己除一除 但是不是平均的 有些還是有多少 但是最多你看Gurumea超過一半 好 再來 那麼在Gurumea所發行的流行歌 總共大概270首 其中裡面有90首 是澳山正吉一個人編的 其他的180首呢 是20個 好 然後再加上 因為當時的流行歌 有一段時間是在台灣錄音喔 那台灣錄音的話 你就不可能叫日本編曲家來編 就叫台灣人自己編 那很遺憾 那上面都沒有寫誰編的 日本的也不一定都會寫 但是偶爾會寫 可是台灣人編曲的 完全都不知道作曲的人是誰 而且目前也沒有辦法找到資料 那你聽得出來 因為鋼琴的互賣 就是你看那個伴奏 那鋼琴就和弦都很奇怪 那你就這樣 我會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可是像是他們這種收藏家 一收到那種聽起來很奇怪的唱片 他就會聽不下去 就會覺得好 我後來跟他說 他說你絕對不能寫人嗎 這種越奇怪的人越要留下來 啊啊啊啊啊 人無年 千萬一世人 你也不知 啊啊啊 你也不知 你也不知